台南近期因为台积电扩大投资 加上市区的台南科技产业专区 也将引进半老体IC设计企业跟人才 带动高资产族群进驻 尤其知名的富豪聚落湖美特区 位在市中心又在台江公园第一排 拥有百万景观 也成为房市热区 那最新统计 2000万以上房子交易人气王 就在台南的中西区 欢迎收看一起看房区 我是佩琪 台湾的房价还在涨吗 要带您来看一项最新的数据 这显示说 在今年的上半年第二季的时候 其实台湾房价年涨幅 还是有将近一成 尤其这一次很多人说 涨幅最凶的就是在南台湾 我们透过数据来看 的确涨幅最多的是出现在台南 您现在看到的这个价格 它是六年前台南平均房价 一平是12万 但是到今年的时候 已经来到了25.7万 所以它的涨幅是已经超过了 百分之113 这样子的涨幅 其实是台北市的将近三倍 另外第二名出现在了台中 这边的房价也是翻倍上涨的 而高雄也是同样涨了百分之94 但是南台湾这波房价涨幅 会这么夸张 其实有一大原因 就是因为高科技产业的进驻 我们就要透过地图带您来看到 台南这个地方为什么可以成为 涨幅冠军的地方 就是因为台积电它进驻了南科之后 其实就带来了非常多的效益 包含了它上半年南科的营收 就已经超过了9200亿元 再加上说沙伦这里 他们现在在新建的是一个 智慧绿能的科学城 而在台南的市区 这边要有台南科技产专区 这里未来要引进的是包含了半导体IC 还有AI的这些人才 尤其会大执行长黄仁轩 还有超位执行长苏之锋 他们之前都有讲过说 未来AI的投资很有可能选定的就是南台湾 大南科的效益就会逐渐显现出来 那大家就知道说高科技 其实带来的都是高资产族群 我们就要带您看到 这种2000万以上的房子 在台南哪个地方是最热的 就出现在了中西区 台南的中西区 2000万以上的房子 是一个交易热区 它是全市的一个冠金的地方 而我们这一次 其实就特别到了这个中西区 现在就要带您一起到台南看房区 广阔绿地 丰富植被 湿地 草地 林地 自然生态的千变万化 让这宛如都市中的绿宝石 在制高点望过去 整片台湾公园一览无遗 充满了绿意 非常情 全台唯一一座湿地型国家公园 就坐落在台南市区 这份城市中 独一无二的宁静 吸引富人驻足 走在一群欧式建筑当中 仿佛置身了欧洲 感觉特别的宁静 舒服 这里是湖美特区 也是台南知名的富豪聚落 低密度高率富率 加上市中心成熟生活机能 以及紧连历史悠久的安平区 让湖美特区从80年代开始 就有不少台南的名人世家居住 湖美可以讲就是台南的天母 那早期也有很多的欧式建筑 所以这里也号称是台南的小欧洲 它长年都是台南 实价登陆单价最高的社区 可是跟台中的七企啊 台北的新一计划区比起来 其实它CP值是更高的 成长动能还来自于中西区 这块30.23公顷的雪产地 过去长期出租为余温 如今转型成台南科技产业专区 未来将引进半导体IC设计 智慧制造 生计等 带来庞大就业人口 因为台南有很多的经验制造 那台南市政府也希望能够 引进IC设计这些高资产 高新的工程师或企业能够进驻 所以我们对未来的发展潜力 就非常的看好 过平交道自动减速 15种交通状况都能模拟 近70公顷的沙伦智慧绿能科学城 已经有上千位高科技人才 南部的电梯系统的供应来讲 也相对是比较充裕的 那所以在南部在沙伦这个场域 来当作是一个一个发展的据点的话 叫能够运用到在地的优势 然后也可以吸引国内外的领导厂商 在台积电登高议乎之下 南科上半年营收突破9200亿元 台南基纳会答执行长黄仁勋 超微执行长苏兹峰 AI投资都选定南台湾 台南市政府也强调未来将 透过北外环系统与安平联络到 连接台南科技产业专区 整合大南科 台湾成为科技岛的部分 台南一定跟南台湾扮演重要 不可或缺的假设 高科技带来高资产族群 购物预算也跟着提升 总价2000万元以上层级 交易量最高的区域就在中西区 毕竟自然环境生活机能 交通便利 再加上台南半导体廊带 持续扩大 未来房价潜力还很庞大 东森财经新闻 刘备琪 卢玉婷 陈伟佑 在台南采访报道